泰迪拉了下天堂的抽屉 下一秒他就被抽屉弹飞了出去 上帝随手拿出他的褴蜜 抽屉就又飞速地收缩了回去 直接和桌子来个亲密接触的泰迪 瞬间就被撞得眼貌惊心 可即使自己已经亲身经历 泰迪却依旧不幸面前这人就是上帝 他试图研究那张桌子是怎么回事 不料这桌子真的就是普通的桌子 接着两人又挽起了猜数字的流行 可当上帝准确说出七时 泰迪却收回去两根手指开始爽满 然而上帝却并不生气 还赠送了他一部分自己的神力 欣喜若狂的泰迪刚离开天堂 就开始实验自己的超能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